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要求大家接受 希望你们在读教科书的时候哪怕脑子里闪一下 把它做点参考 我们先说的什么呢 先说的什么叫做现代化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质疑这种所谓现代化的一个概念 其实一百年来中国人不论是清朝末年还是民国政府 还是中国的1949年以后建立的共产党的政权 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还是到哪一带 不管政治体制是否变化 意识形态是否变化 人们共同认同的一条就是现代化 这个没变化 那就是人们一百年认同的现代化景额 他们没有变化 我们是否有可能有点质疑的能力呢 这不是定论 只是提问 那从这个提问我们往下可能会增加一些思考 来看看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概念是否有这个参考的价值 我们先说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不管是否这种国业化 它都只是一个资本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而资本向城市集中的同时期 同量的和等量的发生风险也向城市集中 所以我们说这个现代化呢 是人类近代历史中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 因为风险集中 因此必然周期性爆发危机 所以我说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过程 它就是资本与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 并且一定会爆发危机的 接着我们看和现代化相关的 就资本集中 资本是什么 资本不论所有制 只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 控制住极少数人群 是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 马克思曾经讲过 人类创造的资本这个异化物 只有当资本这个异化物反过来 把人类异化为劳动力要素 全部都异化为劳动力要素了 资本主义中间了 资本不仅把人类要异化为劳动力要素 还得把资源异化为生产资料 只有当他完成这个过程的时候 资本主义就中间了 这是马克思的原意 但我们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往往是不等他自然中间 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爆发 就会导致他走向灭亡 所以看着资本的这个异化物 它主要的作用是促使多数人 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课题 成为被资本化产生利润的要素 这就是根据我刚才所说 跟大家附说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来做的一个概念的界定 接下来我们说 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政府是什么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 何种制度 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 有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 大家不可能都去政府 只有极少数人才在政府 那因为他被极少数人控制 所以呢 他就会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 而无论如何改造 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 人们都以为政府应该是守业人 是裁判员 政府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 但因为他是少数人控制 无论用怎么改造他 他也很难达到真正意义的公平和公正 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就是一个异化于大多数人的异化物 他的主要作用就在于 以少数人来控制多数人 当然会不会因此人们说 那你这个判断是不是就认为 你是个无政府主义啊 我说不 人们会永远提出 对政府应该公平公正的要求 也会永远要求政府不断地做自我改造 这个异化物的客观存在 它是一个这个阶段上的现象 你无所谓对错好坏的评价 你只是要不断地要求它 不断地改造它 所以这不是绝不意味着 我们是无政府主义 当然前面关于资本这个异化物的分析 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排斥资本的 因为没有资本你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 进入不了工业化的 当我们提出现代化的时候 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反现代化的 我们只是告诉你 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实质过程 使得人们有自觉反思 并且做出调整的这种意识 能力是否具有 另外再说 能力总之是受限制的 最终我们说 因为有这些问题 那么人们总在追求制度变迁 总是希望能够约束政府 约束资本 同时对现代化做反思的时候 做出调整 但是这种愿望本身 受到什么变化的制约 受到制度变迁的制约 不论何种主义 何种意识形态 制度变迁都只是原来占有收益的集团 为了更多占有 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 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 原来占有利益的主要利益集团 他们在推动的制度变迁 其实是更多占有收益 更少的承担成本 那不能顺畅转嫁代价的 就变成所谓强制性变迁 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 就被叫做幼稚性的变迁 幼是幼导的幼 幼稚性变迁 所以这样看呢 我们其实不外乎就是 形成了一个概念的解释呢 似乎更为严酷了一点 我们把很多浮光流影的东西抛掉 我们就是直接深入其中 去看事情的本质 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事情的本质 为什么能够被发现呢 是因为 如果你做出一个曲线来 你会发现 美国在农业时代 也是平稳的 中国在农业时代也是平稳的 因为进入工业化 所以出现巨大的经济波动 这也是 中国也是巨大经济波动 什么情况下波动剧烈呢 美国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 中国呢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研究 经济波动的过程中间 我们会发现 周期应经济危机 本来就是资本与风险 同步集中的一般规律性表现 这样 我们就不必用意识形态来归纳 中国也爆发周期性危机 美国也爆发周期性危机 这是共性 所以我们说 我们当把所有这些个别的经验 升到共性高度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把特殊性的认识 上升到普遍性 上升到普遍性 那你就找到了 所谓形成规律解释的那个起点 因此在我们 有关的研究中 我们一向强调 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起点 来建立你的解释逻辑 但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比较客观的解释逻辑 一般都会把这个逻辑的起点 放在这个经验过程的起点 在这个统点上 如果你把这个经验过程 任意截取其中一个点 然后你来构建逻辑解释 那很可能这个逻辑 也是不够客观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要从1949年算起 因为1949年是被叫做 新中国的这个国家 或者被叫做 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个国家 它建立这个政权的起点 所以我们说 从1949年研究起 可能就更是我们构建的 解释逻辑的起点和经验起点 相一致 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研究呢 就得把我们现在 关于周期性危机的研究 和中国发生 现代性的危机的起点 比如说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起点 可以上推到 2933大危机 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 上升到这个点上 2933年这个点上 也可以上升到 1840年西方因殖民化 扩张到东亚 开始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从这个时候开始 甚至还可以再上推 上推到 当中国大量向西方出口 形成这个 贸易顺差 而西方的贸易逆差 就是贸易赤字越来越严重 于是西方因贸易逆差 而形成战争 我们可以把经验的起点 更上推 上推到西方的殖民化前史 上升到东西方的 经济忘语关系 所以在这些起点上 建立起来的解释逻辑 可能越往上推 这个解释逻辑的 这个解释能力 可能就越会加强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呢 就是当我们谈到周期性危机的时候 我们是尽可能把特殊性 上升到一般性